根据中国海事局网站发布的航行警告 解放军9月28号同步在黄海南部东海部分海域 南海西沙群岛有关海域与渤海部分海域等四大海域演习 禁止船只驶入 其中有关黄海与东海演习的通报上明确指出会进行实弹射击 9月28号至30号每天80至18时 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9月28日70至18时30分 东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训练禁止驶入 9月28日70至15时 南海西沙群岛有关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9月28日50至12时 渤海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 任何船只不得进入 有些外国的军机还有军舰 不断的在我们的周边进行频繁的侦查和这种挑衅 包括台独的一些分子或者台独的势力 也在蠢蠢欲动 斜阳自重 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 领土安全 还有我们的海洋权益 那现在有人在威胁我们 就是我们不怕你的这种威胁 包括这种军事上的威胁 外交上的威胁 经济上封锁 我们几十年前都不怕 我们现在更不会怕 所以我们要通过这样的演习 来展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种能力 就是维护我们国家的安全的能力 如果我们拿出这种军事上的实力 告诉你 到时候你要是踩这个底线的话 我就对你不客气 或者我就能做到什么样 是通过我们的这种军事演习 和我们这种能力来体现出来的 一方面我们说 我们相应的演习 不针对任何国家 但是我们肯定会因应 这个地区越来越紧张的这种局势 这地区局势的紧张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这个个别的大国 他们在我们周边区域 不断地在挑动这样的一些争端 不断地去挑动这样的事端 就使得这个地区局势 似乎是热起来了 所以对我们的安全造成了威胁 对于维护我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们不仅仅是有决心 有能力 我们还有方法 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全海域的演习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在不断地执行 我们的大海军战略 我们的大海防策略